歡迎鎖定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 台南一處地下道有機車 逆向衝過來 撞進了轎車 車底發出了慘叫聲 這轎車的司機 前一秒鐘其實正在抱怨 臺灣的交通 說行人走地下道最安全 不料話還沒說完 竟然就出車禍 嘉義則是發生了死亡車禍 轎車撞進了分隔島 自撞路樹不幸身亡 車才開進地下道 一台機車逆向滑撞 撞進車底還大聲慘叫 機車滑壘慘衰 噴火花兩人送衣 但往前30秒駕駛 邊開車邊罵 駕駛沿路碎碎唸 才剛罵完就撞到 網友傻眼 忙完死腳根本來不及反應好嗎 這個地下道超危險 我寧願落路都不要經過這裡 在嘉義發生死亡車禍 畫面中這輛轎車衝上分隔島 猛撞路樹才停下 車頭狂冒煙整個凹爛 駕駛送衣不治 疑似是精神不計爆衝撞死 機車疑似在地下道狂衝 打滑逆向撞 讓駕駛罵交通就出車禍 這也太巧了 高雄警方獲報一間超商前 有人正在咆哮 到場看到一名可贏的男子 他拒絕警方盤查 對著警察不斷的標罵 最後是被靠著帶回警察局 另外一邊則是有民眾通報說 有人酒駕是個爛罪之後倒在車上 還被潑網公審 不過警方調出了監視器畫面 真相卻大反轉 這名白衣男在超商前大聲咆哮 遠景貨報來盤查 卻被髒話辱罵 一路從棋樓罵到大馬路 被遠景強制逮捕 壓在地上上銬 就連被逮捕 男子還不閉嘴 地點在高雄市三明區 男子情緒大失控 原來身上還藏了一包海洛因 鏡頭轉到古山區 有民眾報警 有利撲酒架 鄰居報案說 這名男子最倒在駕駛座 吐一地還叫不醒 車子是登記女生的 又不是登記你的 我老婆 那你身份證字號幾號 身份證字號 不要一直跟我講手機號碼 身份證字號 最到底的話都說不清楚 還被PO網碰罵 酒駕開門兔 門都沒關 直接斷片 要是被撞到後果 不堪設想 發文公審 真的是酒駕嗎 警方調閱出監視器還原 原來是搭小黃回來 真的沒開車 只是上車小睡一下 卻被誤會酒駕 大搞烏龍 實在冤枉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癌症四期不能請病假嗎 新北市海參分局 江罪所的所長 被基層踢爆 柯扣同仁的休假 派出所內有女警身體不舒服 想要請病假 結果所賞卻酸對方裝病 拒絕給假 不料女警前往醫院檢查 竟然已經是癌症末期 肚子超痛向長官請假 沒想到卻是各種阻撓 新被海山分局一名黃姓所長被踢爆 不給同仁請病假 想不到後來女警一檢查 竟是癌症末期 被爆料的就是這裡 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 同仁進出迷慢 緊張氛圍 因為有人上臉書直指 所長可口同仁休假 認為女警在裝病 白班刁難 所內負責排班的同仁 看不下去幫忙改班 才讓女警前往就醫 想不到竟發現 她已經罹患癌症第四期 當天立刻入住 加護病房 過去破案 得意受訪 證明黃姓所長 績笑好 卻也屢屢發生爭議 不僅曾在盧州分局 因為嗆績笑工獎 還有拉攏人馬問題 跟同仁產生對立摩擦 還傳出跟地方勢力接觸 被吊網淡水 想不到這次又爆出 苛刻疑云 但是因為多次要求 因落實代理人制度 沒有同理心及設身處地著想 本分局以原證告誡 分局調查後 表示對話記錄 並沒有質疑裝病 凶價表格 確實有代理人欄位 是要求附上證明 及找人代班 但的確沒有關心女警 以要求改善 並假以規定必須給嫁 但卡在代理人制度 讓離愛同事感覺 沒有同理心 如何代人代心 恐怕也是主管 必須面對的課題 記者 姚立強 洪玉蘭新聞報導 高雄知名的樂園 民眾PO了影片上網說 遊客被卡在高空五分鐘 是不是設施故障 這畫面曝光 嚇壞了不少人 業者緊急澄清 也調出畫面強調設施 絕對沒有壞 這真相大逆轉 天啊 這真的壞了耶 可是設施故障 裡面的人 卡了五分鐘 民眾募集遊樂園 有人卡在半空中 在這麼高的地方 開始出了吧 下不下來耶 足足有55公尺 18層樓高 遊樂園被說設施故障 卡了五分鐘 真的下不來嗎 實際回到遊樂園 Oh my God 遊樂園解釋 這是雙邊車廂 要等另一端的遊客 上下車並不是故障 然後他有跟我們說 等一下可能要在上面 等個兩分鐘 所以我們就一行人 就在上面 就滿熱的 然後也等了一下這樣子 等了應該有 我覺得好像很久 兩分鐘差不多 對 兩分鐘吧 應該不會讓我住在樓上吧 不會讓我下來就好 要是客人多 上下車時間就會變長 現場實測 到底會在空中停留多久 測起來總共2分32秒 在上面多轉點風景 其實上跟下面 他都需要來輪流 坐等待乘客 來上下車安全 這個設施叫天旋地轉 轉到18層樓高 空中等人上車 卻被PO上網說故障了 業者不排除提告 但大搞烏龍 也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記者紅富人郭宜貞 高雄報導 白沙盆媽祖 九天八夜靜香之旅來到第八天 凌晨兩點從彰化升港起駕 橫跨整個臺中 上午十點就進入了苗栗線 現場為了迎接媽祖 在臺一線上停了十八輛吊車 吊起了七百串的鞭炮 釋放還有七彩的煙火 在空中炸開 七彩煙火在空中炸開 迎接白沙豚媽祖 鑾叫返回苗栗通宵 空派鏡頭下大批香燈叫 把街道擠得水洩不通 不止七彩煙火有看頭 還有超大陣仗十八台吊車 一字排開 炮聲融融震天響 信眾準備七百條連珠炮 串成城門椅巷 用吊車吊起在空中燃放 連續第十四年集結全臺吊車業者 準備炮帳迎接媽祖 號稱花費破百萬 像今天也有遠從美農過來的 高雄美農過來的 也有基隆過來的 所以說他們有些吊車司機 是昨天就已經在車 在這邊的車上睡覺了 業者說司機們 報名超踊躍 比演唱會的門票還要難搶 本來想出動三十六輛吊車 但擔心影響交通 只好縮減規模 白沙屯媽祖的粉紅超跑 晚上會住假在通宵鎮 慈後宮稍坐休息 預計二十六號下午兩點回公安座 記者苗栗綜合報導 房中業者賣房創意無限 在這個南投草屯的電線 趕上就出現這麼一則壽屋廣告 上面寫著回家就像度假 有狼鞠吧 幽陰迪等設施 讓民眾超級疑惑 這到底是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要請高手幫忙翻譯 你想有個自己的家嗎 來看看這賣房廣告 回家就像度假 但下面這六個字有看沒有懂 是Lounge Bar 對 什麼 U-Indy Lounge Bar U-Indy 這什麼啊 感覺是有點 社群的東西 Lounge Bar嗎 別想歪啦 其實Lounge Bar就是英文的Lounge Bar 讓你喝酒用的 還有用台語唸 游音笛 游泳池 炎炎夏日根本可以天天報到 拿公設多元當亮點 地點在南投草屯28坪 兩房兩廳一位 副車位要賣858萬 其實還蠻多的學問 因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們就會打亂問說 請問Lounge Bar是什麼 網友討論這兩個很明顯的 可以看出誰英文不好 誰台語不好 還可以寫個弄Q巾 也就是撞球間啦 房中買房出奇招 不管是小三房 偷情大套房 還是逃離公婆房 甚至連寶可夢也能成為廣告主角 能不能增加詢問度 就看民眾買不買單 記者終於喜歡 這是李雲杰 南投報導 大明星保持魔鬼身材 各有密招 可能你聽都沒聽過 像是韓國女星IU 她的減重方式 竟然是每吃一口食物 都要咀嚼一百五十下 仙女姐姐劉亦菲傳出 有五天的超狂瘦身食譜 而全志賢竟然喝這個叫做 雞胸肉奶昔來減重 到底有沒有效果 我們帶你一塊來看 韓國藝人IU美食 一口接一口 但怎麼都吃不胖 原來烤之招 一口吃一口 基本150個左右 IU分享怎麼保持魔鬼身材 她每一口拒絕一百五十次 真的很驚人 但這個行為也讓牙醫警告 恐怕很傷牙 我只能吃一口吃 臭腸也不足 女星劉亦菲 外號神仙界界 仙氣飄飄 見重食譜出爐 第一天只吃蛋 第二天只喝液體 第三天只吃肉 第四天吃水果 第五天只吃蔬菜 超級短飲食 五天狂瘦6.5公斤 短期內就影響不大 但是你要說你長期的敢說 吃五十天以上 我就佩服了 這種人就是我們稱之為 就不怕死的人 韓星全志賢 在劇中演大明星 保持model身材 只能吃一點點 而私下更狠 他喝這杯 見重神秘飲品 汆燙過的雞胸肉 夾進蔬果和堅果 打成雞胸肉那席 讓他產後成功瘦6公斤 其實已經完全喝不出來 雞胸肉的那股腥味 不知道怎麼控關飲食 還能學韓星 普寶英 把自己又胖又醜的照片 當手機封面 想亂吃就看崩懷照 瞬間消除食慾 而吃東西還要選對時間 早上九點前吃早餐 下午四點不吃水果 晚上七點吃晚餐 睡前四小時不進食 女生生理期不晚吃 吃東西慢慢吃 雞胸肉奶昔崩懷照片 大明星簡中秘訣 開眼界 記者綜合報導 4月1號開始 店價要調漲 很多的餐飲業者直呼吃不消 即便經濟部長王美花 向業者喊話說 不要因為漲電價 就跟著漲物價 但各地的餐飲業者都已經開始 紛紛漲價 像是伊蘭拉麵就宣布 漲電價當天就會調漲 百分之四 從一碗兩百九十八元 漲價變成三百一十元 另外在花蓮有一份五塊的臭豆腐 漲到了五顆一百塊 讓民眾抱怨連連 遊客的澳門旅遊 除了想要去賭場碰運氣之外 當然也想吃好吃的 澳門除了有賭場飯店 米其林星級餐廳之外 也有不少平民美食 老區的美食街 當地人和遊客 大排長龍排隊買牛雜 就連菜市場的熟食中心 也能夠找到不少的在地美味 沒有電影中大廚的花草 兩位廚師同時炒三鍋 甘草流河生草流肉飯 還有蛋炒飯等 炒得快之外 無論炒粉麵或小菜 也都能做到廣東人要求的鍋器 甘草流河一百八十元台幣 在澳門算是廉價美食 這裡日賣超過三百份炒粉麵 售食中心有不同的美食 像這一家賣的是瓦包奶茶 用傳統煮中藥的瓦包 來煮西方的咖啡奶茶 這個在老城區菜市場的熟食中心 本來是在地人的日常 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遊客 來嘗一下真正澳門人的口味 然後比較道地一點 這家幾十年老字號的流雜店 已經是第三代經營 幾乎所有流的內臟都能吃得到 咖哩或滷水流雜 近年成了澳門特色小吃 多處特色美食街 流雜店都排上長長人籠 他的兩家店 一天可以賣出超過三百斤流雜 以上是出香港記者李靖華的報導